2009年11月 江阳下班之后遇到了胡一浪 对方很客气的打招呼 江姐 我们之间恐怕有一些误会 能否赏脸找个地方聊一聊 江阳挟视着他 有什么好聊的 没空 既然江姐这么忙 有没有考虑过找个朋友 帮忙接送儿子呢 江阳握紧了拳头 沉默了片刻 冷声说道 我已经和我妻子离婚了 儿子归前妻 你们还想怎么样 胡一浪摊开双手 这话说的 我只不过想和江姐 找个地方沟通一些情况 用不着生气吧 江阳深吸一口气 控制住怒火 好 我跟你聊 他们把江阳带到了一家大饭店的包厢里 胡一浪让服务员上菜 江阳阻止他 不必了 我不会吃你们的任何东西 你有什么话就快说 说完我就走 胡一浪丝毫不恼怒 笑着说 好吧 既然江姐不想吃 那我们到旁边坐下 聊几句如何 他们坐到了包厢附厅的沙发上 胡一浪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份文件 推到对面 笑着说 江姐 听说你写了一些材料寄给一些上级领导 是这份东西吧 听到这话 江阳并不意外 举报材料被他们拿到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他理直气壮的承认 是我写的 这里边啊 一定是有某些误会 我们孙总一向很佩服江姐的为人 希望能和江姐交个朋友 材料嘛 能否不要再记了 孙总一定会 不可能 胡一浪尴尬的闭上嘴 把剩下的话吞了回去 他摇头叹息的笑了笑 从口袋里拿出一副扑克牌 抽出半打 放在江阳的面前 另外半打 放到自己的面前 江阳迟疑的打量着他 你这是干什么 胡一浪没有直接回答 而是从身后拎出一个箱子 打开之后 全是一打打整齐的人民币 他把人民币整堆的倒在茶几上 不如做个游戏 江姐可以从自己手里任意抽一张牌 我也从我手里抽一张 每一次 只要你比我大 一刀钱就是你的 如果比我小 您不用付出任何代价 怎么样 江阳冷笑一声 站起来轻蔑的嘲笑 我对这种游戏没有任何兴趣 还是留着你们自己玩吧 等等 胡一浪连忙起身 铲笑着拉住他 我们这样的俗人游戏 确实太俗了 够不上江姐的审美 请允许我做个弥补 江姐离婚也有一段时间了 男人嘛 总归是有一些爱好的 他用力咳嗽了两声 马上两个事业线很旺的 年轻漂亮姑娘走入包厢 在职业性的微笑中 从容的圈住了江阳的手臂 谄媚的一口一声 江哥哥的叫着 江阳一把推开他们 大声喝道 你别指望 用这种招数托我下手 我不是李建国 我也绝对不会成为李建国 说完 江阳大步的跨出了包厢 胡一浪停在原地 望着他远去的背影 叹息一声 是个好人 不过 不是聪明人 肯定作词 肯定作词